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晴 POP抢先报 也可以打上关键质上YouTube 收听我们每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很荣幸邀请到 新市署长林志坚 志坚你好 光晴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市长 现在这个民进党终止会 前几天通过九位现任 县市长提名 您也是在里面 是 是 我们看到一路以来的这个民调 不管是新级的民调 或者说一般的媒体民调 您是越来越高了 那如果我从就任时候 我引述这家民调 就是说您是第一年的 全国排名第18 第二年是排名第10名 第三年 也就是今年获得全国第三名 只有连江县长 刘正印跟花莲县长 傅坤齐在你前面 也就是说您是绿营首长 排名第一 也是直辖市长排名第一 当然我们只取一份民调 譬如说我认为 郑文燦做的也不错 他民调表现也不错 那互有建长 那不管怎么样 新级民调 你也是跟郑文燦 首次挤进五星民调的里面的 直辖市市长 你不是直辖市市长 就是新竹市市长 那非常的亮眼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你是怎么样利用 两年多三年不到的时间 把新竹市 这个跃升成为 埋度这么高 而且幸福感这么高的城市 首先我想还是要先谢谢我们的市民朋友 给市府的一个肯定 那至于民调的部分 我想其实民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媒体 都会做不同的民调 那我们的成绩 有消有涨 有时候会好一些 有时候也会有比较不好的情况 不过每一次民调的出来的情况 我们市府都会先在第一时间做一个内部的检讨 就是说如果在民调当中里面有哪些指数 可能民众感受度比较差的 那我们就会特别要求同仁 要先做一些改善 做一些检讨 那至于刚刚光琴姐所提的 是什么原因让市民的 这个对施政会有感 然后给予市府一些肯定 我想我们这个团队有几个特质 就是我们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团队 然后我们是一个比较创新的团队 那还有一个重要是 我觉得我们执行力不差 就是我们在很有限的资源 在很短的时间 那因为我自己过去长时间 担任这个包括担任助理 担任市议员 其实我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 所以过去我的训练 跟我所做的服务 都跟市民第一线的接触 所以我可能比起其他的这个市长 可能我跟民众直接接触的机会 多一点点 所以我也可能比较知道说 其实人民所需要的 往往是很多生活中的小事 那所以我常常提醒我们市府的同仁 市民的小事呢 就是我们新竹市政府的这个大事 所以我们要赶快先从小事着手来进行 那我想这段时间两三年的时间 新竹市政府在整个新竹市里面 有很多地方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公共建设的一个提升 尤其是我们像中央争取很多很多的经费 那这些经费投入在地方之后呢 一来不仅可以让我们在建设上可以有足够的经费 二来整个城区的环境就开始得到大幅度的改变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市民因此而对于市府的这个施政满意度 有在微步的在进步当中的原因 市长 冒昧请教 您现在今年几岁 我已经42了 已经42了 在整个民营党的新市首长里面 你是不是最年轻的 你跟又昌 对 我小又昌几岁 你小他几岁 对对对 对那么年轻的一位市长 其实如果新级民调跟一般媒体民调 或者说房间的民调机构的民调那么高 一定有道理 所以我们刚刚愿意给充分的时间让您说明 谢谢 因为新竹市对我们来讲既熟悉又陌生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人这样 其实你说了解真的不了解 我这两个礼拜前后去了两次新竹 我去新竹空军基地 您那时候也在支持 那后来就是柯建明的母亲过世 所以刚好都是去新竹两次 可是你会觉得说既熟悉又陌生 那请教这件 你当时候批挂上阵 去PK这个前任的这个市长许明才 你们中间的差距只有1014票 对1014 我听说就是说私底下 您是不是看到其他的首长 他没有办法连任成功败选了 你说都提前宣布败选宣言了 那时候是不是胜负之间你自己认为说 到底是赢还书 是不是有做书的准备 我先跟那个光景姐先回复一下 一开始您刚刚提的 既熟悉又陌生 是很多数外地朋友对新竹的一个印象 熟悉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竹有一个科学园区 那也很多人会因为到园区商务的工作 所以到了新竹 但大家没有停留下来 很短暂的时间就离开了 或者是像光景姐刚刚所说的 因为有一些事到了新竹 但却没有特别想要留下来 所以这也是这两年多来 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希望人家来到新竹市停留 而且能够对新竹留下很多的印象 这个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回到您刚刚提的这个 是否我在参选2014年这个选举的时候 有做了要输的准备 这当然是肯定的 那个时候嘛 当然 其实我跟光景姐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来分享我当时的心情 其实我已经是被党提名的 市议员候选人 但我因为我自己是党部的主委 那在这一个市长人选上 其实我都是充分参与 那因为人选一直没有办法确定 然后导致于我们这一个支持者 非常的焦虑 甚至于有些失望 那我认为我是一个年轻的政治工作者 而我也是当时的党部主委 那我觉得即便哪怕是 为乎其为的机会 但我觉得新竹市民 尤其是我们民党支持者 太需要赢这一场仗了 因为我们输太久了 你为什么赢 算差距这么小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关键 然后我是相当幸运的 当时会赢 其实大环境非常非常的重要 三一八学运之后 很多年轻朋友开始关心 关注地方的这个选举 他们也开始认为说 他们应该站出来 支持一个认为 会改变这个城市的一个候选人 所以我觉得我会赢 三一八学运之后是一个关键 另外就是在这只有短短 一百天的选举的时间 我觉得我自己充分的表现出 我想打一场不一样的选战 所以我的选举 因为只有一百天 其实很快 我这一百天 每一天我都提出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端出牛肉 那除此之外呢 我这一百天 我坚持不打负面的选举 也就是我不恶意的攻击对手 我只说我当了市长之后 我想要做什么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我的选举像嘉年华一样 我在每一个公园 办儿童剧的活动 那在剧场的活动里面 去告诉家长 如果我担任市长 我对亲子的照顾 我会做哪一些努力 那另外 过去传统的这种 造势活动 其实我只有最后一场而已 我只有办一场造势的活动 其他呢 我都是搭配着这个节日 比如说万圣节 我就邀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我们就把自己打扮成各式各样的这一种 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超人啦 这个美国队长啊等等 然后我们到了街头 去诉求未来我担任市长 我会在孩子的教育 我会在亲子的这个艺文活动上 琢磨更深 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传达不一样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想法 然后来诉求 选民的支持 好 这是我们听到新竹市市长 林志坚他把新竹市 不管是怎么各方面提升的 好像是一个直辖市啦 已经有直辖市的这个水位了 虽然在直辖市的构成上面有非常多的条件 不过他在这个绿营首长里面 是跟这个郑文燦并驾齐驱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 但是我们要问的 新竹市难道有真的那么好吗 好 我们也看到联合报有做过 一个城市两个世界这样的一个专题 那以及刚刚说跟他上次选举 只有1042票 些微差距的徐民财前市长可能卷土重来 那林志坚又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 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琴 今天我们有请当事人 很荣幸邀请到新竹市长林志坚 志坚您好 光琴姐好 我们刚已经给你充分的时间 说明新竹市的幸福港来源 以及民调居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看到一个媒体的专题 我很讶异 联合报 他们在2017年就今年的11月19号刊登 而且版面不可谓不大 当然就是说新竹市在人民的幸福港里面 它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 但是就这个中卫数所得来讲的话 那他们做个统计 里面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观星礼 观星礼是属于新竹市的一个礼嘛 对对对对 一个新兴的礼 对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观星礼 好 呃 观星礼呢 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礼哦 它是因为呃 科学员区旁有一个重化区完成之后 那它以前其实是一整片的这个呃工业区啊 透过湿地重化之后呃 完成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呃 重化区那这个礼呢 也是新成的新成立的一个礼 嗯嗯嗯 那因为它是大楼新的大楼林立 然后都否这个园区的这些年轻朋友 嗯 所以呢 其实这一个观星礼是我们新竹市是一个现代 而且新颖哦 而且居住生活环境机能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环境机能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它很多的年轻朋友都会在那里购屋 所以那里成为全台湾这一个所得中位数最高的一个礼 嗯 是不是呃外来人口尤其是竹科的人 对 进住非常多 有到九成这么多吗 呃到几成哦 我们不敢肯定 但是它多数都是竹科呃的从业人员在那里购屋 嗯 居住在那里 其实为什么从呃这个观星礼说实在我是呃看了报纸才知道这个礼哦 我们不可能去注意新竹市里面特殊的一个礼 是因为这个联合报他们呃跟财政部索取资料哈就是104年度全台所得总额中位数春梨统计分析 结果发现新竹县市包办了全国前14名 对 榜首就是这个新竹市的关星礼 它是242.5万元 嗯 好 那呃当然有其他的这个呃几个礼啦 那可能就是呃如果按照比较的话所得贫富差距是蛮大的 嗯 这我们等一下讲 我们先讲关星礼 我无法想象说如果呃这个关星礼的居民他们所谓没想象中幸福 可能是因为特殊的因素就是譬如说交通最大困扰 对那倒许 另外还有一个嗯没有污水下水道设施这个是我难以想象的哈 嗯 居民还要忍受抽水抽水肥的恶臭嗯 也没有电信电缆的贡管哎 嗯 这个这个这个感觉不可能发生在新竹市吧 而且竹客人是住了那么多 那呃那我要跟这个关琴姐说明一下哈 其实联合报的这一篇报导他要强调的是说一个新竹两个世界哦 那新竹市呢呃关星礼这个地方所得非常的高 是那新竹市呢我们长时间在呃媒体的各项评比里面幸福感指数很高 嗯 嗯那里面他有特别提到哦权文里头有特别提到呃特别呃这个收入相对低很多的是新竹县恒山乡嗯嗯哦那其实他的这个因为他县市一起统计的嘛对所以你说新竹县是全国一起统计那他这个报导是一新竹市跟新竹县最好跟最差的做一个对比最好在我们新竹市 最不好的在新竹县这个恒山乡嗯那刚刚呃呃呃这个光琴姐所提到的这一个关心礼哦 确实呃存在着没有污水下水道的问题 那因为这是一个民国97年开始新办的自办市地重划嗯当时是全国首例嗯哦所谓自办其实我们台湾大部分看到都是公办啊哦 那自办的结果就是呃自办业者他为了降低成本他所有的规范都会在那个边缘值最低的标准里面所以我一上任之后我就宣布新务市未来所有的市地重划或区段征收都由呃政府来公办嗯哦也就是说我不让这样子的呃呃呃自办重划再来影响我们的公共环境的品质嗯嗯 所以现在关心礼我刚刚所提的下回有机会也要请光琴姐到那里哦你可以发现他其实就像台北市一样哦它是一个台北市的一个缩小板OK哦大楼林立然后店家很多生活机能很好哦而且每一个房子都很有设计感哦原居人非常喜欢 但他们住了之后发现了这几个问题嗯哦没有污水下水道嗯然后没有共同管沟嗯那这都是因为当时在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当时的地方政府没有做好严格的要求嗯所以现在我上任之后我不仅宣布我要公办 另外还在自办当中的我都用最严格的这个审视的标准要求他们包括污水下水道共同管沟嗯或者是你入府一定要到最大的这个入府嗯我才会同意你这个湿地重划向下走下去嗯那以目前哦就是说您刚刚讲的一个原因那现在这个没有污水下水道设施跟其他这些问题呢至少交通问题是是否应该解决的吧 包括停车位置不足我必须要跟呃光景姐说明哦新竹市是一个发展非常非常早的一个城市哦嗯那呃呃这个市地重划是那个区域呃脱胎换骨的机会但我刚刚讲的它因为是自办所以它在都市计划的过程当中就用最低标准 比如说可以把这个路幅做到二十米嗯但是它可能最低标准可能只是做到十二米或十米嗯嗯可是因为路已经都做了房子都盖了你不可能现在把它扩大对你你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明的话你会碰到跟柯文哲市长一样的问题呃他讲到内科对他讲到内科也是一样没错那你你认为其实是一样的问题无法解决了吗呃所以我们现在就算交通专业高手来也我们我们其实 至于先天上的这个限制没有错没有错其实在我一上任的时候哦我做了几件事情比如说呃我们的公车我希望它捷运化能够增加大家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嗯另外我有一个交通一二三这都是佛园区周边啊嗯所谓一就是我打通了一个瓶颈的巷道嗯二呢是我透过智慧系统的建制嗯嗯把我们新竹有两个非常重要这个上下班拥塞的道路一个光复路 嗯一个宝山路嗯嗯透过智慧系统的建制啊光复路实质的重整缩短他上下班的这个时间百分之三十缩短百分之三十那另外宝山路我透过调拨车道让上班的时候增加了一个路幅车道可以使用所以他上班的时间嗯也时间缩短了嗯而另外一个三是我把过去将近快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三条进入 园区的嗯嗯这个道路拓宽了哦那这个拓宽之所以不能做到是因为地主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意见啊哦那我们充分跟里长跟居民沟通之后呃陆陆续续这三条道路就从尽一切的所能哦就已经想要去看到问题去解决问题了是的没有错所以呃这是我们看到可能联合报用切片的方式哦可能抽出来了会 嗯标记在一箱会感到很震撼是是是不过他内内文写的还算详尽的是是是好那针对这个呃未来选战林志坚该怎么样因应呢如果以他这样的高民调会不会是面临一个人的战争呢好就其他以现在的选战民调来看的话捉对厮杀他可能也是六成多其他人都被甩在后面会不会有郑文燦一样的这个效应呢我们修一下金融广告马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新竹市市长林志坚哈那呃他到底民调多么亮丽这我们就不用再介绍了哈那今天呢说实在的呃我想问什么我就问哦刚刚市长也一个我们作答了哈那首先就是 这个许民财市长就您基层的了解他已经开始跑了吗想再卷土重来吗你怎么看待这一号过去你们只有些微差距的这个对手嗯许市长他呃一直都很积极的在为呃选举做准备哦不过因为呃呃地方的选举现在有好几位的呃候选人呃就国民党籍有好几位的候选人表态要参选了哦那我想这个是 国民党他们自己呃呃内部的这个呃这个初选哦我大概也不便评论些什么哦不过我自己的一直的呃看法是这样呃市民给了我这一次的机会嗯那我就应该要加紧脚步呃把握住这呃这个任期的时间哦 嗯那把市民所期盼的希望这个城市改变的呃希望能够呃这个跟过去有一些不一样啊焕然一新那这个是我们在市政工作上的一个呃目标所以我也常常提醒同仁哦其实呃不管呃这个呃外界的这一个呃选举的情况如何我们自己自己哦守务的工作还是市政啊 嗯了解市长那您认为这个趋势民调我就具体引述了哈就说一对一的话您如果对上许民财您是59.9就是接近六成了哦许民财是19.8我们就算两成了您认为你们之间有这么大差距吗呃我我想这个每一份的民调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参考的一个价值啦 嗯那至于至于说是不是就是这么大的差距坦白讲我只能从数字里面看到是这样 嗯那是是否是与否我其实我也很难去评断那您对于许市长先前因为您是市议员嘛那时候有咨询您对于他的施政您满意吗呃我当然是不满意所以我才会来参选嗯嗯所以那时候认为他因为你是延续性的嘛施政是延续性不好的可以打掉重练是那还要再加强的你就补强了哈是那你认为他那时候施政有哪些是你不满意至少有一个交锋是在您在新竹市议员任内的时候针对 市博台湾馆的问题这个最近有其他的国民党籍的市议员有提到认为说呃以前知道环制其人之身但是我有update您似乎已经解决了嗯市博馆不管是闲置的问题对或者是建筑的问题是嗯这个呃市博台湾馆哦确实在我担任议员的时候我一直提醒市府哦是这个东西因为呃天灯跟新竹市没有连结嗯我们想到天灯会想到 平西哦会想到新北嗯那呃呃我认为这个东西进到新竹市一来没有连结二来它的尾管是非常呃耗费而且它是一个耗能的一个呃设置那当然当时天灯哦市博台湾馆在呃呃上海的这个博染会很受到欢迎但它博染会毕竟是一个短期的嗯但你回到呃新竹市的话 它是一个long time一个长时间的哦那里面的成色如果你不断没有不断的更新就好像我们在做一个美术馆嗯或者是博物馆你都要策展的嗯你没有策展那民众就觉得啊上次我来过啦里面的内容我看过啦嗯再有吸引力他也是来一次两次他不会再来嗯嗯所以当时我在担任议员期间我一直提醒当时新竹市长也是呃这个市政府说我认为这个市博台湾 来到新竹哦会会成为一个蚊子馆嗯哦那当然我担任市长之后其实我就知道我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您曾经说过不止30个馒头意思就是说建筑美瓶的这个经费太低了是是这个意思吧呃不是他是这样子就是说呃他当时做了一份报告哦他们要把这一个呃空间呃委外经营管理嗯那因为呃当时呃我们新务市政府 大概投入的经费前后大概要15亿啦嗯嗯还不含那一块土地的价值哦所以我当时在担任议员质疑的是说这样子的这一个呃以当时一个完全新盈的东西你要这样子来委外经营实在是太少了一些啦嗯后来您担任市长以后呃所谓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称就是说角色互换了对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被质疑建筑或者说有一段闲置的 我很谢谢怎么用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很谢谢光琴姐哦让我有这个机会这样说嗯因为在议会的时候议员没有让我有机会说明啦嗯其实他已经是变成一个二手商品了而且他是一个已经被贴上标签大家认定就是一个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了嗯所以他要在委外经营他的难度会高很多的嗯嗯而且他很多东西都坏了哦所以是这样子 我相信我们谋划局的同仁他也透过了审慎的评估啊把一个委外经营的这个金额送到议会去嗯嗯不过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现在是在企业的支持之下嗯已经处理了我们已经新的状况是对新的状况就是说呃现在呃联发科蔡明介董事长呃他们公司呃呃呃企业捐助了五千万嗯我们要共同来把它打造成一个儿童探索馆嗯 做科普教育的一个场域嗯那我相信未来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空间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公益使用嗯里头有图书有阅读的环境嗯有亲子剧场哦那有科普的教育呃中心而且他是可以策展的嗯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他透过策展就会吸引每一次吸引呃即便是一样的人但是他还是会再进到这个场馆里面来嗯而且我们要让他是一个公益的空间嗯不像过去 他可能有高额的一个收费嗯导致大家也不愿意进来所以你把这个认为是烫手山芋的可能二手商品重新取得一个重生啦嗯应该可以这样讲那再请教你一个试证就是说您刚提到呃新竹市您上了以后争取到很多预算了是比较最近的其实那个有四十几岁的这个棒球馆吧对 四十二年了棒球场对四十一年呃四十二年使用超过的新竹市立棒球场对这个也争取到了前三基础建设没错对对那所以八点七六亿可以做很多嗯翻身翻新的这个动作是是好那这就不帮你宣扬了哈哈哈但是轻轨呢轻轨的部分呢呀那刚刚我们在呃上一段的时候光琴姐特别有提到这个交通的问题哦嗯新竹市的交通问题确实让 市民困扰也让新竹市政府历任市长都想尽办法要来解决哦嗯所以呃不仅是我在过去哦总共有了这个呃五任的市长做了四本的嗯这个轻轨可行性评估哦嗯都是在思考说哎呀这个城市应该要有一个新的大众运输工具嗯来解决我们的交通问题嗯因为我们城市发展的早我们的街道道路都路幅很小哦 嗯到新竹你都会发现那呃呃为什么我会在中央提出前瞻基础建设的时候嗯有这个轨道计划我积极努力去争取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在担任议员的时候我也了解为什么当时的市长也想要做轻轨嗯但是我们都同样面临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地方政府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裁员嗯哦所以当我知道哇有轻轨嗯 有轨道建设可以争取那我就赶快请同仁把过去几本可行性评估都找出来嗯哇我们是日夜加班嗯哦因为为了要争取那个经费然后大家哦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这个交通的学者去请议到底因为大概的这个四本的报告书里面路线不外乎嗯那是那几个路线那我们去找出说最可行的路线然后去向交通部争取哦那我觉得 也非常谢谢呃这个部里的支持还有行政院的支持哦就同意了呃新竹轻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新竹市市民有反对吗或者说有高民调六成左右的认为不需要轻轨吗你有问过市民的意见对或者说前任市长也要做所以你做了对刚刚呃光琴姐有提到哈有一份民调是说六成是不不不不不不不满意就是说不认为不需要但我们也曾经委托过 民调公司做的哦也有六成是呃同意两成是反对的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呃民调公司有时候的民调是会因当时的氛围有消长了这个都是这样子的那你们必须自筹多少就是自筹款是比例是多少依照中央哦大宗运输建设的一个作业条例哦其实我们的比例应该是八十六比十四嗯中央要出八十六地方出 嗯但是因为我们新竹市哦我们的呃财政规模非常非常的小哦嗯所以对我们来说自筹还是一定的辛苦所以我多次的在呃呃呃跟院长还有包括呃这个部里哦都跟他们表示 其实因为在呃呃中央对呃直辖县市或呃呃县市的这一个补助办法里面哦他就是说依财力分级来做补助嗯像新竹市政府是三级财力的一个地方政府但是即便是三级财力的这样的分配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些吃紧嗯 所以他另外第七条里面有一个呃条例就是说呃报行政院专案核诊就可以例外所以我现在属于例外的没有我现在在努力例外呀OK好这个每一项政绩其实可以摊开来的哦那未来也必须接受检验嗯那这个检验呢就除了选战之外其实市民心中有一把尺哈对那我们等一下回头我来试试看林志坚可不可以针对全国性的比较热门的几个议题 我们来一文一打好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马回来 哈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哦我们最后一段我们时间有限大概只有剩下六分钟了这间我们快问快打了好 第一个之前一粒一修呃在台面上修法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被问到说你也认为说有这个修改的必要嗯再修正的必要对因为似乎要增加一点弹性对可是以目前你会不会觉得 呃好像修到民怨四起嗯好像劳工方面觉得民进党是资敬党站在资方尤其像这个医护人员医生是没有列入劳基法但是护理人员他们长期有过劳现象那还有包括像我们看到的私妻呀保全呢你对于这个二次修劳基法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哦真的这个一开始哦朝野都是基于好意啦哦就是保障劳工的权益所以修这个法但是包括我自己我在地方的时候我我我有一次我跟朋友的聚餐我的同学里面一个资方一个劳方嗯那他们就对于第一次的修法嗯资方劳方都表示了不满的意见 的确那时候是这样其实那还包括我去呃基层很多中小企业组都跟我讲说这个没有弹性让他们真的很为难 比如说我们新竹有这个做圣诞灯泡的嗯他们就像这个季节就是要赶工嗯那你如果没有让他有弹性他们几乎就没有办法接单了嗯所以他们坦白说真的是暴声连连了所以你也听到地方的一些反应对所以我我 所以你反正期望是什么以现在的状况你有没有感觉我们是期望说当然就是适度的做一些调整嗯所以其实我是很支持也肯定说赖院长因为坦白讲谁都知道来刚接了这个行政院长的位置马上来面对这个问题绝对是很辛苦的嗯可是我很敬佩赖院长他就是一个呃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哦所以我很期盼我也相信赖院长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在这个议题上最后一定会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案哦然后赶快嗯把它呃做一个修正之后让社会赶快进入一个呃正轨大家都赶快四农工商赶快去努力比较核心的问题最重要是拼经济对比较核心的问题您支持十二休一或者是轮班间隔只有八个小时还存在吗 当然有十一并存了好十一个小时我觉得这个并存是一定要有的啦嗯好并存是那八小时现在如果说丢给劳资会议劳资自行协商你也知道吗组织工会的少那大部分都是资方来决定这个确实是你支持建哥八小时还留着吗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呃如果我们都把资方想象成是一个非常恶意的资方那当然我们要站在 老方的立场哦嗯那这样子的呃修正可能就会对老方造成一些影响嗯但事实上呃台湾的资方是否真的都这么的呃这个遏止吗我觉得往往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是被扩大化去检视了然后去呃去去针对性嗯嗯嗯所以我的认为都是凡事还是要有多一点点的弹性嗯会好一些些啊所以十二休一你不反对把七休一松绑 哈哈哈哈哈哈笑得很尴尬嗯嗯嗯啊好这也是一种回答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空屋在新竹是严不严重好11月29号好像也有在新竹的一些状况连我们领口都有新竹是对只有那一天啊只有那一天不过新竹是一个风的城市我们格外的幸运了哦因为我们的自然环境哦就是呃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空屋都是在冬天的时候 嗯嗯嗯会比较严重对但是我们因为东北季风非常的大嗯嗯哦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啦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空屋就一下就被这个一一转走了对你的意思是这样我们新竹哈因为呃呃园区人对于自己的健康都非常的关注嗯嗯嗯所以我们有一个呃这个呃新创的产业哦呃呃他叫拉斯嗯呃是一个一个这个呃创客他叫哈巴嗯嗯他自己就做了呃 哦现在台湾很多地方都会放了空气盒子的侦测器哦那我在11月29号那一天我就特别点进去看了一下嗯嗯嗯那全国各地的这个指数大概都很糟哦嗯嗯紫色红色那新竹那一天其实也不太好但是我们相对其他现实我们好很多嗯嗯嗯那至于绿能方面嘛就是说2025非核家园就是说再生能源20%然后天然气哦变成50%但现在是过渡期您做了什么 呃新竹市政府哦我们我们在绿能的部分就是做这个太阳能呃电板的一个建制的工作了呃呃我上任之后呢我们就盘整我们新竹市有45所国中小嗯嗯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工作的有36所学校那已经有这个19所学校已经建制完成就是在呃校舍的这个呃楼板哦我们来建制这个太阳能电板嗯嗯那呃呃我们也很幸运 呃呃呃呃因为呃太阳光电的业子很多都是在园区嗯嗯嗯嗯那我们就高度地跟他们请一喃呃如何做一个比较符合呃呃这个学校来使用呃呃他可能呃呃建制了这样子的一个太阳能光电板嗯嗯之后其实还可以反而反而学校还能够增加一些收入嗯而且呢过去因为老旧校舍很多 那因为这个电板 太阳能电板加设了之后 他们漏水情况就得到很大的改善 那意思是说这个网可做 然后即刻可以例行的方式 不仅是校园 包括了这个我们其他 闲置的这个国有土地 我们都在做 好市长 谢谢你留大概二三十秒给我 我最后请教你 阿扁前总统让我很意外 他评估选期没有失准过 可是他这次说 有四个重灾期就民进党来讲 但是另外三个 他认为也有一种拉警报 其中把新竹市放在里面 我后来看了几次 我发现我没看错 您自己感受 怎么会把新竹市列进去 我有点意外 我觉得很谢谢 陈前总统的一个提醒 然后选战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我一直时时刻刻提醒 我自己包括我的同仁 我们只要把市政工作做好 我相信市民都会做一个 最好的选择 你认为陈前总统 这次有失准头 在预测方面 怎么会说 所属到我来 我想他是基于关心 基于关心 特别的对你提醒 OK好 今天非常感谢新竹市长林志坚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光景姐 谢谢听众朋友 好我们剩下 我们马上进行 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我们下转发生了一个小时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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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转了dam 我们下转地的节目